这个目前来讲我认为影响还不是很大 因为这个消息是彭博社的一个消息 还没有完全的有一个定论 这是起前来讲的话 其实这一次恒生指数的一个上涨 就是港股的上涨 它是有多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其实就之前我们看到 日经指数形成大幅的一个上行 包括日元的一个贬值 整个来讲的话 我们这边是有头的价值的 就海外市场整体连续创出 新高之后 它从估值上 从整体的美联储的一个鹰派的声音 又转到了一个鸽派的声音 等等的汇率一些问题 尤其我们人民币的汇率相对的表现 还是比较强劲的 那么好了 外资不管是这个北下也好 南下也好 那么首先看中了 就是我们的港股 还有我们的这个A股 当然港股其实更反映的是什么 一些这个互联网 包括医药 包括一些新能源的 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港股里面的这些大厂 这些上市的大的平台 其实在之前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点 第一个是业绩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行 同时来讲的话大比例的回购加上分红 所以说来讲的话我们在A股在1月份的时候 当时提出的是什么呢 市值管理中字头 当时来一波比较明显的一个上行 那么好 同时来讲的话再加上高红利板块 我们这边的高股息高红利涨了一波之后 紧接着又是港股在涨 然后呢又是以理想汽车为首的这个汽车形成上涨 那么在近期其实以房地产板块地产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 所以说来讲的话就是科技地产再加上一些汽车 再加上整体的南向资金就看到了 它属于估值比较低 那同时再叠加上政策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利好消息 所以说来讲的话呢 就是整体目前可以比较明显能够确定 我们的港股是带动A股的上涨的核期 尤其是在这个五一期间A股修饰 那么港股其实连续形成一个大涨 所以说吧 如果投票者要关注港股的话 我的建议恒生互联网ETF 互联网ETF相对而言这些大厂的 我建议咱们可以看一看关注一下 这个其实代表的是什么呢 就是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的国家产业的方向 这个其实在港股的尤其科技股里面更能够体现出来 这就是我的观点吧 我来说